美国YK集团在南加州房地产开发领域成就显著 其开发项目涉及饭店、商场以及住宅等多元物业 因为很多美国的城市本身都有一个老的一个商圈或商城 可能都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所以我们会在它旁边或比较就近的地方开发一个新的一个副商圈 主要都是把这些主力店找进来 比如说像沃尔玛、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 这种比较有名的、有吃、有玩 然后大家可以买东西 然后这些都是属于民生必需品吃住行的 一直以来YK公司都专注于南加州地区的商业房地产开发 除了优选高速公路出口附近地段 拥有20多年开发经验之外 公司近年来还谨慎分析市场 计划更多发展区域 商业不动产的话 目前因为利息高涨 包括在开发上利息高那就花不来 而且材料也都上涨很多 那你租金虽然会上但是呢是比较缓慢 那这样之下我们就目前在开发的这个进程上我们就缓下来 那接着呢就是看今年年底或明年如果利息降了一点 我们就可以再开始 且持续致力于投资高成长及经济稳定地区的项目 以商业活动为核心来带动居住环境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 拥有丰富地产开发经验的YK集团 最近还建立了成长型投资平台 内容涵盖多个重点发展项目 期待与更多投资人一起共同实现发展目标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